我们都知道在国内上海有一家质子重离子医院,但亚洲在质子重离子治疗方面走得更早,更远的是在日本。 日本离子线实施医疗机构多达24家,治疗患者数占世界85%以上。 居世界首位,离子线治疗是将原子核加速到接近光的速度,并用其照射矮细胞,达到杀灭矮细胞目的的放射线治疗方法。 离子线治疗与传统放射线疗法相比,又有哪些优势? 1.精准打击。与传统的放疗相比,离子线治疗能够将放射线精准地集中在癌细胞上,在人体表面辐射微弱。 一旦遇到癌症病灶时,放射限量达到最高,提高疗效的同时,减少正常组织和器官被照射,达到减少副作用和并发症的目的。 2.治疗效果好,预后好,复发率低。 3.与传统放疗相比,治疗次数与时间大幅度缩短,对工作及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影响,甚至无需住院。 3.离子线治疗适应症广,病灶位置特别刁钻,涉及的组织器官特别重要,如脑、眼、脊髓、心脏等,放疗实施难度大或无法实施的肿瘤,都可以考虑离子线治疗。 4.传统放疗难以有效和涉足的部位也能治疗,无需开刀,适合儿童肿瘤,尤其是脑瘤,无法耐受或主观拒绝手术的患者,尤其是年老,身体衰弱,合并多种疾病的老人。 关于离子线疗法,东阳医疗曾为大家详细科普过,您可以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,查找关于离子线疗法的往期视频,复日离子线治疗详情咨询,您可以扫一扫视频中的二维码,联系注视会社东阳,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更多日本先进癌症治疗方法,明天为大家介绍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点赞并关注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,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